就是你可以把模組新增一個不一樣的模組 所以今天的話也許 未來假設你的程式撰寫的比較複雜的話 那不只是模組1 你可以模組2改一個名稱 模組3改一個名稱 就是不同的工作表需要用到的模組你可以把它分開來 然後再利用那個 因為我們有三段一個是安養中心用Right Right部分 然後用偶而的話就是 名稱那個名稱是自己訂的 所以你只要不要跟其他的sub一樣就可以 那多一個偶而的邏輯判斷 不過相對的 未來如果你要撰寫程式 我的習慣當然 程式越少越好 所以如果程式 要少的話 其實基本上我們用 可能用Right來寫會比較簡單 那通常我當然會用Right來寫 沒事的話 不會 用很複雜的邏輯 讓自己頭 頭很痛 越簡單越好 所以程式 最後當然 就不要沒事就是一直 寫一堆有的沒的 反正能夠越精簡 自然 犯的錯也會比較少 那犯的錯比較少的話 自然 你也不太需要再 花時間去維護 維護的可能性 比較少一些些 那其他就是 安養中心的函數 跟使用者要兩個資料 然後再去也是要 我們這邊用Right去判斷就好 然後再來就是範圍 把範圍 丟給A 那A前面講過 第一個是 A1-1 A1-2 然後分別再把結果給 返還回去 所以會有 總共有四段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 各位分別把這個東西 把它完成 那後面當然 還有一個練習 就是有關那個 表單的練習 表單練習的話 因為今天時間關係 這個可能沒有 那麼多時間 那裡面的話 其實 回去的話 也可以試試看 在安養中心下面 假設 你是一個社工人員 或者是 你要輸入資料人員 那 未來當然 你可以寫一個表單 讓使用者去填什麼 比如說 身份字號 姓名 生日 戶籍 那這邊這個範例 比較特殊的是 戶籍地有沒有 可以用下拉清單的 也許 比如說戶籍 那你要讓他打的話 他麻煩嘛 那你用下拉 可是要怎麼 怎麼使用下拉清單 第一個 第二個 當那個表單 啟動的時候 可以把 我們 預先 有的那個戶籍地的名稱 全部幫我載入到 我們的戶籍地裡面 也就是 如果你現在有清單 反正你就是 清單 怎麼樣把它 放到下拉清單 裡面 那這樣的話 他就可以 再去做後續的 那 身份字號 這邊可能還是會延續性的 像身份字號 如果驗證 他的身份證字號 是不是 正確的 不要輸入了 第一個可能他 字串的長度 一定要是 十個字 第二個他可能 要符合規則 像第一碼 一定要英文的 後面幾碼 一定要是 就是他好像有一個邏輯 他有一個規則 你也不能亂輸入 那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我想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可能要講完這個表單 應該時間不太夠 所以 這個也許下一次 我們 上課的時候再來看 有關那個 安養中心的這個 有關 範例 表單的範例部分 回去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 再 自己 試試看好了 好